大家好,我是三方调查员三妹 他是日本最小的死刑犯 犯案时只有18岁零一个月 这起案子在日本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甚至有很多民众表示 对于福田孝行这种人 原谅他是上帝的事情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送他去见上帝 那他究竟干了什么 能让全民如此妥气 福田孝行1981年3月16日 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光市 他的父母感情一直都不好 父亲经常对母亲大打出手 导致母亲患有精神疾病 也有传闻说福田的出生 便是他父亲玷污起母亲后的产物 两年之后福田的弟弟出生 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很是糟心 小时候的福田为了保护母亲 没少挨打 可就算是这样 也没能唤醒父亲的悔悟 终于在福田初一时 母亲再也熬不下去了 在私家车库里选择了自我了断 母亲去世后 父亲没有过多的悲伤 转身就把情妇给娶回了家 福田为此经常离家出走 他觉得妈妈不在了 这个家也就没有了任何牵挂 此时的福田开始变得不正常 特别是初中毕业后 青春期的他 对男女之间的点事非常来劲 有时候还会和同学们聚在一起 讨论他的欲望 1999年3月 福田高中毕业后 在一家水暖公司里当了学徒工 4月1号他开始正式上班 可才上6天班 福田就开始矿工了 9号在朋友家玩了一天 接着就是双修 然后12号13号 他又在电玩城里玩了两天游戏 4月14号这一天 他干脆决定不去上班了 为了避免家人的怀疑 他早上7点穿上了工作服 假装出门上班去了 实际上他又去了朋友家 聊起了他内心的欲望 他决定今天一定要解决自己的邪火 到了中午 他正常赶回家吃饭 脑子里却在计划着该如何去实施 这时候他听见有人在喊他 说家里的水管漏了 能不能去帮忙看看 对此他没有任何回应 继续往家赶 脸上却露出了一丝邪魅 福田匆匆吃完午饭 背上了检查包 在检查包里 他还特地准备了一些胶带 绳子等工具 来到了自家所在的充田公寓 以扇门检查排水系统为名 准备从10栋到7栋 挨家挨户地按下门铃 看看哪一户只有一个女性在家的 是的 他已经疯了 由于福田穿的是公司的工作服 没有任何人对他产生怀疑 就这样 到了下午2点20分左右 他按响了7栋41号的门铃 福田进门后发现 这是一个年轻妈妈 带着一颗宝华在家 于是他先走进厨房 假装检查管道 眼睛却时刻盯着外面的一举一动 当女主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 福田就偷偷地绕到了女主人身后 袭击了他 女主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是奋力反抗 他拼命地想推开福田 可无奈力气太小 最终停止了呼吸 此时的动静 也吵到了旁边的小宝宝 只听宝宝哇哇地哭了起来 还朝着倒在地上的妈妈爬去 福田无视这一切 他要继续完成自己的计划 一切结束后 福田觉得 小宝宝持续地哭闹声 可能会暴露自己 于是 事后 他为了隐藏罪行 将女主人和小宝宝 分别藏在了衣柜里 清理了现场的痕迹 最后翻箱倒柜 偷走了女主人的一个钱包 里面有300日元现金 和6张促销券 离开后的福田 第一件事是好好吃一顿 然后用促销券 买了纸牌游戏的卡片和糖果 拉着朋友去店玩城玩游戏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晚上7点 男主人下班回到家 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不安的情绪笼罩着他 他开始疯狂地寻找妻女 当打开柜子时 发现了妻子早就凉了 惊魂未定的他 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警方赶到现场 确定了受害者身份 女主人本村弥生 今年23岁 是一名家庭主妇 在柜子上的壁橱里 发现了另一个受害者 她只有11个月大 是弥生的女儿 本村有卡 而男主人本村洪 在一家钢管制造厂里上班 住的公寓是公司安排的宿舍 本来一家三口 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 本村洪还在厨房里 看到了妻子刚买的咖喱 这是她最爱吃的 现在再也吃不上了 这件事情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关注 光天化日之下 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 竟然在自己的家里遇害 山口县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展开调查 四天后福田被逮捕 这是她被捕时的照片 当时她刚满18岁 通常情况下 20岁以下会作为未成年人进行受审 送往家庭法院 1999年5月8日 福田被送往山口家庭法院 但由于福田的罪行极其恶劣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家庭法院就将她交给了山口区检察院 检察院随即以谋杀罪起诉了福田 1999年8月11日 医生在山口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只见福田穿着拖鞋就走入了法庭 在法庭上 她承认了检察院对自己的所有指控 陈述的内容与起诉书是一致的 虽然检察官想以死刑来判 但辩方的论点是应当避免死刑 因为福田只是预谋了性侵而意外造成的死亡伤害 并不是蓄意谋杀 况且她也在法庭上向受害者道歉了 但这个道歉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并非发自福田的内心 只不过是辩护律师推了一下福田后 示意她做的表演而已 只见穿着拖鞋的福田站了起来 对着本村红拘了一个躬说 真是对不起 我做了无法宽恕的事情 这句对不起也让法官认定 是福田已经有了悔改之意的重要表现 而这可以帮助她减刑 再加上福田未成年人的年龄 2000年3月22日 山口地方法院判处福田无期徒刑 检方和本村红对这一结果感到愤慨 一个星期之后 他们提起了上诉 当时有一个检察官说 我也有一个年幼的女儿 所以我无法想象有人能如此残忍地对着一个还不会走路 正爬向母亲身边的婴儿下手 如果司法不能给这样的人严重惩罚 那么司法还有什么用呢 我必须告到底 哪怕失败了100次 我也要尝试第101次为推进司法改革而奋斗 本村红坚持了整整9年 他终于成功了 在这9年里 他不仅为妻女讨回了公道 他改写了犯罪被害者的基本法 而这些改写都来自于本村红的切身体会 比如一开始的逮捕 福田就因为少年法的保护 不管是媒体还是警方 都没有披露他的真实姓名 与之相反的 自己妻女的姓名 地址 甚至是照片 全部都被公开 每一次报道都深深刺痛着本村红的心 不仅如此 当本村红抱着妻女的照片进入法庭时 却被告知不允许这样做 理由这样是 被害人的遗诏 会严重影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和情绪 最后在法庭上 他不能发表自己的任何观点 只能站着旁听 因为法庭的座位 已经被各大媒体给占据了 本村红无法理解 为什么没有人考虑到受害者家属的权利 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而这些都得到了当时的首相 小渊惠三的正面支持 犯罪受害者的基本法修订 在国会上是全数通过 这其中包含有 保护和救助犯罪受害者基本法律 关于在刑事诉讼中 保护犯罪受害人的附带措施的法律 刑事诉讼法等等 帮助犯罪受害者 恢复或减轻他们所遭受的损害 比如披露消息时 有义务的适当考虑 不伤害受害者的荣誉 或是不打扰受害者的生活 还比如原本只能在旁听席上旁听的被害者家属 可以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意见 于是在2000年9月7日的二审中 本村红光明正大的抱着妻女的照片 出现在了法庭上 这在广岛高等法院历史上可是第一次 不仅如此 在庭审过程中 本村红也作为受害者家属 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坚持要判处福田死刑 虽然在法庭上 法官盈利指出了福田罪孽深重 但他的年龄仍是量刑的一个重要标准 2002年3月14日 广岛高等法院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驳回了检方判处死刑的上诉 法院认为 福田在犯罪时只有18岁 内心不成熟是非常明显的 况且福田还有悔改的迹象 未来拥有很多可能性 面对第二次的失败 本村红难以接受 他甚至向媒体发表了一个激进的声明 2002年3月27日 本村红再次上诉 来表明了他的决心 这一次 最高法院还指定了 上诉口头辩论的日期 这意味着这一次可能会审查前两次的审判 因为通常在最高法院进行口头辩论时 除了对死刑的上诉之外 上诉法院的判决往往也会被推翻 这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2006年3月14日 作为福田的首席辩护律师 竟然没有出庭 导致辩论被推迟 这惹恼了最高法院的法官们 于第二天就对他们发布了出庭令 要求福田的律师出庭 还指责他们 推迟辩论是不诚实的表现 这也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福田辩护律师 没有出庭的理由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 只有9个字 还没准备好 能否改期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 福田的超豪华阵容律师辩护团 来自于全国21个 坚持废除死刑的 民间律师组成的志愿者团队 主审律师是安田好红 毕业于一乔大学法律系 主张保护弱者 自1980年成为律师以来 经手的案子大多被判为无期 当福田被家人放弃时 他觉得这孩子是个可怜的弱者 决定为他辩护 安田的人气非常高 因为他的加入 瞬间就吸引了20位律师加入了进来 目的只有一个 挽救一条人命 但律师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拯救的不是一个孩子 而是一个恶魔 福田看着自己强大的律师团 每次辩方的上诉都没有成功 这让他膨胀了 非常得意 嚣张的他甚至在2006年4月18日的最高法院的法庭上推翻了之前已经任下的指控 称自己只承认过失谋杀罪的罪行 闹了这一出之后 2006年6月20日最高法院撤销了福田的无期判决 同时还批准了检方的死刑上诉 推翻了广岛高等法院的无期徒刑裁决 并要求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判决书是这样说的 无期徒刑的判决是严重不公正的 如果不推翻他 就有备于正义 这也成为了福田一案的转折点 福田意识到年龄已经不是党剑牌了 2007年5月24日 在广岛高等法院的法庭上 福田的主力辩护律师 安田又开始整心火 发表了一系列的新见解 第一 福田对本村民生和尤卡并没有傻意 他是因为从小失去母爱 对母爱特别渴望 所以他进入家中拥抱民生 只是为了获取母爱 第二 民生激烈的反抗 导致了福田的手滑到了脖子上 双手抱到太紧才造成了民生的窒息 第三 面对民生的玷污 只是福田的一个错误意识 因为他在小说《魔界转身》中看到 这是一种复活的仪式 而实际上《魔界转身》艺术中 连半个字都没有提 第四 尤卡脖子上的绳子 这是福田为了哄他 在他脖子上系了个蝴蝶结 但没想到结系得太紧了 第五 将尤卡放到壁橱里 主要是因为壁橱里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就像多拉A梦一样 福田想得到多拉A梦的帮助 第六 递交了一份福田的心理鉴定结果 发展迟缓 约为12岁 这些辩词一出立刻引起了全民沸腾 甚至还有电视频道连续多日对辩护团们进行跟踪 还有人发恐吓信给律师们 但安田依旧认为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于福田对母亲的思念 本村宏听了非常生气 指责安田已经超出了愤怒和嘲笑的范围 他一定会用自己的生命和这21个专业律师辩护团看证到底 2007年9月 安田带领的律师辩护团们收到了8095份纪律处分的请求 而本村宏这边更多的志愿者们表示支持他 不仅如此 检方还拿到了一个重磅级的证据 就是这些年福田写给他朋友的书信 能作为证据的足足有23封 然而作为受害者家属的本村宏 却没有收到过任何志愿信 面对意想不到的证据申请 辩护方激烈抵抗 他们称在没有本人同意的情况下 采用这个证据是违反了通信秘密的宪法 面对辩护方的抵抗 法官只说反对无效 于是福田信中的内容就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备好酱鸭药 我们来看看福田到底说了什么 本村宏先生总是喜欢出风头 比我聪明多了 在当今这个世道终究是恶人获胜 黑社会逍遥法外 白痴逍遥法外 而我就把责任推给我的成长环境 以此来逍遥法外 我很快就会出去了 等七八年以后 你们一定要举办盛大的party来欢迎我 而福田对自己的罪行是这么描述的 有一天遇到了一只可爱的母狗 于是我就做了 就这样 这也算有罪吗 还暗示着可能还存在第二个受害者 这些话 无疑和法官说的未来拥有无限可能性 以及强烈的悔改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信件中 言辞轻浮 不仅践踏了受害者的尊业 也藐视了司法的程序 更是刺痛了大众的神经 2008年4月22日 广岛高等法院驳回了安田等人的所有论点 判处福田死刑 理由是 之前的审判都是对福田抱有期望 现在看来 被告辜负了这种期望 没有深刻反省 一切都是虚假的表现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原因 让他可以避免死刑 当福田听到自己的判决时 第一次在法庭上流下了泪水 而从这一天开始 全国大部分的电视 新闻媒体等 都改成了对福田的实名报道 这也让福田知道 一旦死刑被确认 之前对他的所有保护 都会消失殆尽 当天 安田等人还提出了上诉 在此之后 福田也讽刺般的 疯狂的给本村宏写了 一封又一封的之前信 但他不知道 本村宏为了挚爱的亲人 等这一天的到来 已经等了整整九年 不停的在绝望中去改变法律 还好一路都挺了过来 后来 本村宏出席了记者会 他并没有表现出 任何胜利者的喜悦 他只是说 会把判决书带到妻女的墓前 给他们看看 而他这一等 又是十二年 之后 安人等人 通过不停的上诉 重审 又提交了福田的心理鉴定结果 均被法院以 证据不新颖给驳回 最终 在2020年12月7日 最高法院彻底驳回了福田的上诉 维持死刑判决 还决定 对此案的再生祈求不予批准 至此 福田案 尘埃落定 2020年12月中旬 本村宏来到了妻女的所在陵园 双手合十 仿佛告诉她们 请睡个安稳觉吧 案发13年后 受害者弥生的一位邻居回忆道 如果尤卡还活着 就和自己家的小孩一样打了 他们会一起上学 一起玩耍 对于最高法院的判决 她是支持的 而事发地点冲田公寓 由于住宅老化 已于2019年拆除 当初福田的父亲和本村宏 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但两家并不认识 福田被捕后 他便辞去了职位 但他并没有向本村宏道歉 2006年 福田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不能为儿子的罪行承担责任 该道歉的是福田 而不是福田的父母 福田目前在广岛拘留所的死囚区 等待被执行 他再也等不到 朋友们为他庆祝的party了 用生命来补偿生命 是理所应当的 正如本村宏说的一句话 只有犯罪者被判处死刑时 才会真正的去反省 忏悔自己的罪行 那以上就是三妹的调查报告了 你的点赞订阅 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还可以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小妹感激不尽 我们下期再见 我请不是订阅 我感激不尽